市長有準備想好祭品文了嗎 祭品文 今天中午我們要對古巴 所以如果我們贏了古巴 就會前進東京 所以我就會罰 五百分之牌 有沒有先乾一下古巴咖啡 有等一下找機會 來喝一下古巴咖啡 有沒有希望中華隊一定要贏前進東京 當然啊 我相信中華隊一定要贏古巴 我們一定要前進東京 我們集氣加油 昨天晚上有看荷蘭那一站嗎 我中間陸續因為我在行程當中 但是我想 尤其那個滿罐炮 剛浴城滿罐炮 當場都要掉淚了 那你吃義大利麵嗎 你說對義大利那一場 那一場沒有我就單純看直播 對啊昨天我看很多人都吃荷包蛋 我們看到很多的祭品文 那還有哪些有祭品的地方 趕快去拿把紙筆拿起來 好不好抄一下六大祭品文的時間 地點一次看清楚 雞排真奶領到手軟 我們先看到的是台北市議員 張斯剛跟許宏廷 在一點的時候 在500杯的真奶在哪裡發呢 台北南港的中國信託金融園區 2023年經典賽直播現場派對 記得一點的時候要趕快去搶 台北市除此之外 市長高宏安新竹市長高宏安也有直播派對 是在11點的時候有200份的雞排 在哪裡? 新竹火車站的戰前廣場 再來我們看到慶祝中華隊 連勝12點的時候一樣有 但是他們是11點就放 放這個號碼牌了 記得要是11點發送號碼牌 有300份的雞排跟1000杯的手搖引 再的地點是台中市府前廣場 那麼再來彰化也有 彰化縣府慶祝中華隊抗和成功 在中午12點的時候是600份的焢肉飯 這是我最想拿的 還有400份的肉丸跟400杯的紅茶 地點在彰化縣政府廣場那邊可以領 彰化縣除此之外 還有芬園福德宮加鄉民代表 10點已經開始發了吧 送了500份的肉粽 在芬園縣的莊福德宮 以及最後一個是運彩經銷商的 商業工會理事長 他慶祝中華隊贏得荷蘭之後 在3月13號記得不是今天 是3月13號明天的晚上7點 晚上5點500份的雞排 在台中市南區路 南區的南平路35-20號 大家記得了嗎 這六個地方大家都鎖定好 再來我們看到新北市長侯友宜 在昨天晚上在府中廣場與民眾 一同觀看經典賽 中華隊的荷蘭隊 那麼目前來看的話呢 就標準他送出了 準備了荷蘭煎餅 侯友宜也表示 銀球後會拼進東京的巨蛋 繼續發滿濟名 繼續為中華隊加油 我們今天不但有信心 特別要發送220片的荷蘭煎餅 那把荷蘭的煎餅吃光光 中華隊贏八百 荷蘭煎餅吃光光 中華隊就贏八百 當然中華隊如果這一次打敗荷蘭隊 在前進東京忌憚 我們絕對會用滿滿的季品輪 來給我們中華隊繼續加油 希望能夠到東京忌憚 拿到更好的成績 這對戰古巴這場比賽一定要贏 但還是有點隱憂要跟大家點一下 不要太掉以輕心了 我們先看到時間點是在12點的時候 中午12點中華隊會跟古巴打一場 晚上7點的話是荷蘭對上義大利 只要過了今晚我們有的確打贏古巴隊 那我們將會在A組以第一名的姿態 進到東京 但如果輸的話呢 就算義大利贏了荷蘭 比這個失分率來看 我們的晉級希望真的有點渺茫 所以在中午12點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幫我們一起加油 把古巴給打下來 那現在有些問題 我們的先發投手富邦漢將陳士鵬 大家都說到他的尾球 球數的尾端會有變化難以判斷 對中南美洲的打者來說呢 很難應付喔 所以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大利多啊 但是剛剛提到的隱憂 因為賽制的問題 像是胡志偉 黃子鵬 吳哲遠 陳冠宇這些投手還有宋家豪 因為賽制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出賽 他們要休息 所以今天對上古巴 我們只剩下 9位的投手來應戰了 那對此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講 那怎麼辦 總教練林月平就講到 中華隊荷蘭呢 在第八局派上的林鄭昌來把關 但因為控球沒有受到青睞 主審的青睞 所以三人僅抓下一個出局數 勢必會推出終結者宋家豪 那前台灣大聯盟的中職名將鄭景義呢 對於荷蘭這一場比賽 他也有一些看法 無失分的陳宇勳 將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對於這個先發投手這些 等等的狀況呢 在古巴這邊 他們其實也有一些狀況啦 也沒想像中這麼的好 那在此呢 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用滿單場限65球 就必須退賽 所以有些球員 他們也沒辦法上場 但是對於這個部分來看 他們今天的賽制呢 對他們是來有利的 他們有許多選手 將會回血 古巴將會有合計 12名的投手可以用 所以這樣看下來 好像比我們還要多一點喔 來我們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 孕婦的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